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來玩我們的天地節 幽承載鈴 那今天是6月14日 好 今天玩比較少啦 雖然是6月13號是禮拜天 我現在是半夜時間 那玩比較少 比較累 呃 天地兒 我應該都 聲望應該拿完了吧 應該說名聲應該拿完了 你看我的名聲應該已經上線了 有時候你不想要去幫那個 沒時間幫這些工會成員 加速的話你就打個組隊也行啦 有時候我就打個兩三殘組隊也可以 就拿個兩百三百這樣 看你花的AP吧 那來看一下那個 普魯城好了 今天是 普魯城的第幾天啊 應該是第四天還是第五天了吧 我們來回憶一下好了 有點忘記了 好 日常啦 我是講日常部分 因為挑戰的貨慢慢來嘛 慢慢來 現在能買的就是這個吧 我現在能買的 都是要兩個這個 兩個這個 呃 狀態寄存器啊 所以說我今天沒辦法買 我短期間也不會想要打啦 我就是買一買 然後到時候挑戰40層吧 好 反正40層有這個靈運絲啊 挑戰一下看怎麼樣 不急不急 好 我們來回憶一下日常吧 日常的話 第一天是 有一座橋 然後稍微被一些鑿魚給包圍 難度不高 那第二關 第二天是保護一個機關蜘蛛嘛 要保護他 然後第三天是 打敗一隻狼嘛 好 明毒 那第四天是 有點像雷台 我上一期有解釋 所以這是第五天 擊敗這個螃蟹 他是一個 近戰肉盾啊 但是因為他們的 他們的那些BUFF 他攻擊是兩個啊 但是今天的難度沒有很大 沒有很高 這邊有機會把我們暈眩啊 所以你最好有帶解 可以解一下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被動 學損失的話 他的物攻啊 會一直提高 然後最多提高20%也還好啊 那左右兩邊這邊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小怪出來 跑出來啦 但是我覺得這一關就還好 難度一般 這邊會召喚幫手 這個幫手會一直叫喔 每會兒都會一直叫 但是幫手難度沒有很難啊 好 好 那我沒有真的要打 就是稍微介紹一下而已 那我們測退一下吧 這一關建議是用那個 雨絲會好一點 如果你近戰打他的話 我覺得蠻吃虧的 因為他還打得到你 然後他又很坦 那如果有雨絲的話 應該不錯吧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BUFF吧 好 我們先看他們的BUFF 他們的BUFF 你看他們普攻射成加1嘛 所以如果你不射成加1的話 也還好啦 然後 遠程對戰嘛 這邊提到遠程對戰嘛 所以 所以我會覺得 比如說遠程對戰嘛 移動加1不用 然後這邊有一個針對魚絲的 因為他是鐵位 我覺得打起來有點肉 我覺得可以用魚絲 如果你有魚絲的話 可以用這個 這個效果應該會不錯 然後魚絲的話 如果沒有移動的話 我方主動攻擊嘛 然後你都在遠程偷偷射他 而且你看普攻絕學 射成加2 這樣普攻和絕學射成加2 基本上我們的射成就比他遠了 他就打不到我們 我覺得如果你有魚絲的話 就用這2個 應該說是用這3個吧 這3個專門針對魚絲的 可以克他吧 所以說這關還好啊難度 想必大家都應該是輕鬆過啊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那個 這個地聽鈴 地聽鈴又有啦 可以換一些 來換一下好 換4個好 把他換一換 然後那個 山圖川我可能就不會打了吧 因為我覺得那個 我上期有稍微提到 好嗎 60位階就有點難度 因為 這個敵人是61位階的 也是5打5 我奶媽就不強啊 他用那個 他們用什麼 我們進來看一下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近戰還減免在60%是不是 打不太動他們 然後 你可能就不能用近戰 你可能就是要用一些遠程的 遠程輸出或魚式 不然真的很硬啊 首先這個 這個遠程輸出或會奶的 奶媽太強了 然後我冰璃的話 是怕這個 郭倫德 然後基本上鐵位 如果你 你一定會被楊雲卓克啊 你用別的鐵位 也是會被他秒掉 這楊雲卓殺的很可怕 然後 這個組合 冰璃通常都會衝過來 所以說可以先殺掉 對方的冰璃 然後他的這個 木龍陣也蠻討厭 那AOE有點討厭 反正我就覺得 這有點難打 戰力不夠 然後他有這個 傷害減免60% 變成說我得 我得 上一些遠程的吧 魚式之類的 我就不想挑戰 因為我好像 前幾天吧 失敗個兩三次 我就覺得有點難 但是我們60位接 真的有機會拿到那個 絕品視頻嗎 我上一期有稍微提到 因為我在那個 五之三的BOSS關卡有拿到 他有機會給啊 我真的沒有概率 概率可能會高一點 可能會高一點 那如果我只能 止步於此的話 我的 泰玄石只拿到 32格 有點虧 因為打55位階的話 可以拿到 40幾個吧 全部打完的話 可以拿到40幾個 這樣虧一點 就再看看吧 好我現在泰玄石 應該可以做 三個才對吧 那我們今天就來做一下吧 做一下時間夠的話 稍微玩一下主線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36嘛 132的話 132 我們除以36 可以做3.6個 也就是說我至少可以做3個啦 那我就要去看 要做什麼 頭身腰手 看要做什麼 我來看一下我的角色 呃...冰璃缺手嗎 因為我想要那個 鑽石 可以加全屬性 然後又加移動力 這邊缺頭吧 頭然後 腰 頭腰 頭腰手 摸 摸 環璃璃的話 也... 身體也缺喔 好吧那我來做身體腰帶好了 身體腰帶 身體腰帶 然後手 各做一個 來吧 這應該很快 身體腰帶手 更做一個 身體 go 下去 哇 哇哇哇哇哇 屁血玉佩 一層好像 一般般吧 物防 然後氣血的話 低於50%也是加物防 好爛喔 呃... 通常鐵位怕 那咒死 通常 那可以給我的古倫德用吧 待會給古倫德用吧 待會給古倫德用吧 或是 陸招力也可以啦 好 藥 月滿西樓 呃... 腰部 氣血 5% 法防15% 怎麼都是給鐵位用的啊 剛好湊一套物防法防 好吧 手 來吧 都沒有做到想要的 沒辦法 只能慢慢慢慢來啦 你就每周拿 做個一兩個吧 刺霞玉戒煙 手部 氣血加8% 可以啊 喔這可以啊 這個法工法防加12% 然後氣血加8% 這可以啊 對戰中主動攻擊啊 主動攻擊就是你要 我們的回合去攻擊人家嘛 然後對戰中就是要進入那個戰鬥畫面 AOE是不算的 範圍技術不算 通常都是單體才有對戰中 然後法師人奶也不算 法師人奶下去也不算吧 應該也沒有戰鬥畫面啊 所以不算 好這還可以 那就來吧 來吧來吧來吧 我們剛剛說 古倫德是不是 好 這個東西給他吧 加個物防 讓我們古倫德 呃 也更彈一點 更彈一點 更彈一點 然後 他的身體已經拿到這個了 越滿西的 我就記得我好像有拿過 有抽過 有點印象 他就給我的那個路招1 欸 11咧 我現在用衛階是不是 用衛階排列 排序 你看我這個路招1就用一些很爛的東西吧 越滿西樓加氣學 然後80%法房加15% 呃 我看一下我的那個黑龍怎麼樣好了 黑龍 放給黑龍用好了 因為黑龍還不錯啊 這個 領域配完已經很好了 那我給他用這個好了 反正你也可以先弄一套出來 然後到時候就 你如果換別的鐵位的時候 就手動有點輕撈 有點 自己換 把他們替換掉 那這樣我的黑龍有法防會猛一點 猛一點 但是就怕扛不住啊 先被近戰打一打 然後做事就把我打一打 這個就沒用了 呵呵這個效果就沒用了 哇物攻喔我幹嘛給他物攻啊 不需要物攻啊 可能沒有好的吧 頭部沒有好的 頭部我可能下次要來抽一下 頭部可能要來抽一下 好 就這樣嘛對不對 還有一個 手部 我剛抽到什麼 哇有點忘了耶 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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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換一下 我剛抽到什麼 喔 赤霞御界 喔 對對對 要給我們的法師用吧 咒師用 咒師的話 你就要進入戰鬥畫面 可是我通常都是一個單體 一個AOE啦 然後這個是 對戰雨勢吧 打雨勢的話比較痛 法攻巴胖 然後打雨勢比較痛 看一下喔 這只有對戰沒有那個戰鬥中 好 對戰的話就不分你主動啊 被動啊 或是進入戰鬥畫面啊 還好 那我就直接給我的 夏侯儀吧 我們用戰力來排好了啦 夏侯儀 用一下 這個是法攻提高10%戰鬥中 也不錯啦 也不錯 好 用這個 加氣血 氣血很重要喔 哇 直接戰力3000了 欸 對齁 今天那個黑龍 不是黑龍啦 我的劍血已經練好了 突破一下 通常這個生性大概加200戰力 通常 好 我劍血四星了 就是抽到他到今天 大概10天了嘛 10天你每天刷那個行外35 三個三盒子 你就可以10天了 大概加200多嘛 我剛剛是2000多 2000零幾吧 這沒有裝魂石 裝魂石的話戰力力就會 會拉到3000多啊 大概就這個 這個左右的戰力吧 啊 硬劍品為什麼那麼低啊 為什麼硬劍品戰力這麼低 啊 我懂了 武內的話 只有點鐘上路 我那個 劍血的話下路有點一點 還是有差 戰力差一點 不然我們來裝 裝一下好了 看看戰力多少 這個是普攻提升傷害 其實 劍血很少用普攻 他就衝進去AOEAOE而已啊 普攻的話是給硬劍品用的 通常 通常就 裸鬼吧 裸鬼會好一點 傷害提升10% 我們裝給大家看 看看戰力多少 可能3400左右吧 喔果然3400 那你要再提升的話 就是你的這個 這個 這些東西有沒有 你全部都要換成絕的 這個固定傷害還是還好 就是暫停他會先拖打一下 西方神灰 好 慢慢慢慢慢慢來 把每一隻角色的這個視頻 全部都換成絕的 然後每一隻都好了之後 你就開始 把一些 沒有用的把它分解掉 沒有用的把它分解掉 慢慢來 好 那我們來玩一下主線任務吧 欸 烈心 烈心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喔對對對 我之前剛升到四星了 好 五星了 基本上已經 只剩下那個了 基本的 就是如果你五星之後 就是全部練完 基本五星全部練完 我現在基本有練完 就幾隻而已 像什麼兵力啊這種 全部練完 早就練完了 好我們來玩一下吧 再玩一下主線任務 玩個 好久沒打了喔 奇遇 奇遇我待會自己打 主線我很久沒玩了 又很久沒玩 21目嘛 我上次玩到20目 好來吧 好來吧 哇他們又怎麼了 他是九黎之靈的幽姬 1 好路招1 好應該是小關卡吧 小關卡 慢慢玩 慢慢玩 呃台服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出 不知道 好我們來玩一下劍邪吧 然後 欸我現在的奶嗎 喔我就用那個 我就用莫隆珍好了好不好 我們用莫隆珍跟路招1好了 喔不行啊 這樣我那個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沒有戰陣啊 喔這邊沒有辦法換魂石 很討厭啊 因為 喔你沒有辦法換魂石 又要出去 真的受不了 所以說我得 我得 我得出去欸 沒辦法 我真的很希望他們魂石可以 弄成一個記憶有沒有 一套一套一套記一下 你就直接替換 替換你那個 有記憶的那些套裝效果 套裝卡 你就不用一個一個換 然後戰前可以讓我們換一下 不然你忘記 你常常換來換去 因為我們一開始 一開始都很窮嘛 大家都只有一套啊 對不對我們就用一下黑龍吧 你在推進光卡的時候 我覺得 御風的話是很好用的 因為御風跑很快 會比較好用 走得快嘛 然後有時候你要去撿東西啊 撿寶物啊 寶箱啊 或是有些機關 我覺得都還不錯 好跳過吧 台服大概遙遙無期了吧 搞不好年底才出欸 好這邊又要重換了 那..那那那那這樣子 奶媽的話 木龍珍也OK啦 喜歡用這個太緣就用太緣吧 木龍珍是有傷害的奶媽啦 但是 我現在可能沒有裝渾屎吧 好 我們調整一下順序 敵方全民嘛 小關卡 我們就玩這一關吧 西哥 沒聽過誒 哇 他是男的喔 好 四項門通常都是扮演反派的部分 這裡的話 沒有寶箱 看一下攻略 有時候人家會講 好 沒有寶箱吧 就直接衝進來 然後炸下去 不炸也行嘛 我們用木龍拳擊也行 你要單體也可以啦 因為這些怪你單體秒掉也OK 哇 盾行啊 福利咒 等一下他們打不動我 那個是西方神輝的那個一開始先偷打人家 那個也OK啦 就是你可以破他的一些 破他的一些迴避啊 逆蹤啊什麼的 有時候那個閃避啦 就是有時候那個 遇風有一些閃避的技能 會閃一下嘛 你可以破他 我最喜歡這種AOE 那這時候我們就發揮我們的效果啦 又結又難 又結又難 直接秒掉 補血一下 我們這招可以補血 欸 沒補到喔 沒補到喔 奇怪 喔 對對對對 他的補血是不能再殺死對方的情況下才會補血 喔 那一招是這樣啊 你們看喔 劍邪這一招 喔 長按一下 有沒有 呃 諸天見證 喔 我是用諸天見證喔 喔 對阿 沒錯阿 你看 呃 一圈嘛 然後 擊殺目標的話 可以造成0.2倍傷害 那否則都要回復自身氣血 那我沒有 沒辦法 直接把他秒 真是 糟糕 啊 我的劍血要死欸 太衝了 幫他護衛一下好了 但是我怕他AOE我啦 AOE你護衛沒用嘛 欸 沒死 差一點點 他冰我們沒錯 但是我還是可以走1 2 3 我還是可以走4格 哇 他這個冰只是讓我們少走1格而已啊 喔 這裡移動力減1 然後無法護衛這樣 哇 這沒辦法 他逆終了啦 沒辦法 這邊打不到 因為他逆終 除非你AOE可能也殺不了他 所以我覺得兵器的敵人還蠻討厭的 他會吃彎我們嘛 好啦 贏了 OK 過了一個小關卡 明天再來打打看吧 明天下一期吧 下一期吧 下一期再打一些那個浮屠城 因為那個下一期的話 我應該又可以獲得一個那個 購買那個BUFF的那個道具嘛 因為現在要2格 那個什麼什麼穩定器的 有夠抽象的一個名詞 這個少主是女的啊 他有胸部啊 他剛剛叫他少主吧 我以為是男生 一開始我覺得他是女生啦 然後他聲音用的比較中心一點 比較中間一點 少主的身材不錯喔 好 生死院 慢慢玩吧 慢慢玩吧 時間差不多26分鐘 我今天就做什麼事 好 今天講了浮屠城的那個日常嘛 然後我們抽了三個絕品視頻 好 然後就一般般吧 沒有說特別好也沒有說特別亂 就是那樣子 就是那樣子 好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漢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只要有啊 只要啊 只要 何時才能復勝 好 Gleich點 跟人人一樣